Hello 各位同学,又是我 DSC 索联文 来到我们2020 DSC Parts Saber 解卷的第 30 条 MC 的部分 它现在列了一堆数给我们 分别是 3 3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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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和 12 还有两个是不知的,分别是 M 和 N 现在这堆数的 range 是 9 我问你以下哪个是对的 我们留意到一样东西,不计 M 和 N 都好 Range 已经是 9 Range 9 实际上是用来限制 现在 M 不能是 3 3 和 12 M 两个数都要在 3-12 范围里 其实它比的作用就是这样 X 代表 Median 他就问你,Median 一定是 8 的 问你对不对 我们先想想 M 和 N 这两个数我们不知道 究竟它的位置在哪里 但是如果不算 M 和 N 呢 本身这堂的 Median 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这里 OK 几个情况 如果 M 和 N 一个小过 8 一个大过 8 那么左右都放一个 的时候 Median 都会在这里 如果 M 和 N 一起 放在 Median 的左边 或者右边会发生什么事 我试一试给大家看 如果 M 和 N 都在这边 就是 7, 8, 9 有 9 的数 那 Median 呢 就是排第 5 那个 排第 5 那个就是这个 所以就算 M 和 N 都在同一边 也好 M 和 N 都会是 8 的 所以第一句是对的 第二句他就说 M 和 N 放在右边 如果 M 和 N 放在右边 的话 那 Median 都是第 5 个 因为都是 9 的数 好了 1, 2, 3, 4, 5 那 Median 呢 就变成了这个 所以变成了 无论 M 是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这样放 两个放在左边 还是两个放在右边 Median 都会是 8 的 所以第一句是对的 第二句他就说 Min 都会是 8 Min 我就不知道 因为 Mn 都会有很多 Combination 因为他可以是 3 不是 其实什么都可以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 什么都可以 他两个是 3 也可以 他两个是 8 也可以 他两个是 10 也可以 他两个是 10 也可以 或者一个是 11 一个 12 也可以 所以变成 Mn 的数值 根本就不定 如果 Mn 数值是不定 的话 你是无法计到一个固定的 Min 所以变成第二句是错的 第三句又如何 第三句他就说 第三句他就说 有个数字叫 Z Z 就是 Mode Z 就是 Mode Z 就是 Mode Mode 一定会是 8 就是对不对 你想想 这里有 3 个 8 暂时最多是 8 没错 但如果万一 Mn 都是 3 的时候 那就变成 4 个 3 那 Mode 就会变成 3 所以第三句 Must be true 的情况下 都是不对 所以变成了 只有第一句是对 所以答案就是 A YEAH 有个数字 T 结果 1 少年 2 少年 2 分钟 3 少年 3 分钟 3 分钟 4 分钟 4 分钟